王心灵的《一首爱你》不仅害得浪劫工作人员要连夜修改剧本 也成功让无数老粉复活 8090后们纷纷大呼 爷轻回 作为甜心教主 他也以一己之力带动了台武考古捧潮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台武剧的男女主角们 他们如今都怎么样了 十几年前竞争激烈的台武市场一定想不到 最终的赢家竟然是王心灵 作为一枚标志性的甜妹 王心灵不仅唱了无数甜甜的歌曲 也出演了不少台武剧 还与杨成林 张韶涵定称为台武三大教主 如今王心灵再度爆火 有网友总结了当年台武剧收视前十的排名 王心灵一个人就入选了两部 分别是《微笑帕斯塔》和《天国的嫁衣》 每一部都藏着大家满满的回忆和情怀 尽管台武剧中总是有一些失忆 车祸 流产等无脑又狗血的剧情 但却影响了两代人的爱情观 网友们也纷纷调侃 90后的恋爱脑没有一部台武是无辜的 不过尽管在武相剧中 王心灵拿着女主剧本光环加深 但现实中他却经历了被渣男欺骗 生负诋毁还一度卷入三角链中 差点为了爱情毁掉事业 因为生病差点毁容 却被诬陷为整容失败 后来为了顺利度过事业低谷 他也曾尝试过转型 原本他也不想当甜妹 可是最终还是转型失败了 如今想要方红参加浪姐 却拿到了忌天剧本 在节目中成了一个透明人 但他无疑也是幸运的 在那个霸气玉解聚集的节目中 王心灵的甜妹气质出奇至胜 成功榨出了无数老粉 甚至让粉丝为他买起了股票 而王心灵的爆火 也顺便带火了一起合作过的张栋梁 张栋梁一定很庆幸 当年出演《微笑帕斯塔》男主角的人是自己 随着王心灵的翻红 这部2006年的剧右重新被提起 张栋梁也顺势被带上了热搜 其实最开始拿到剧本时 张栋梁并没有打算出演 因为彼时的他定位是歌手 虽然已经唱火了 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 但在歌坛也并没有站稳脚跟 不过最终 他还是在公司的安排下 成了这部剧的男主 为了成功塑造出和群温柔 又具有亲和力的形象 张栋梁要每天练习笑60多次 还必须露出八颗牙齿 但最终还是因此背上了 最丑偶像剧男主的称号 可在事业的巅峰期 张栋梁却因为工作太过繁忙 导致自己肝部细菌感染 不得不停工休整 但回归之后的他 却再也达不到曾经的高峰 如今张栋梁已经成功转型为文艺大叔 尤其是近赵中的他 更是打开了自己的颜值开关 颇具成熟男人的魅力 有一种韩剧中大叔的即视感 不过由于张栋梁的工作重心不在内地 因此人气也大不如前 但眼看着王心灵的走红 也有不少网友主动替他报名 披荆斩截的哥哥 或者与王心灵再来一波二搭 也未尝不可 王心灵与张绍涵 简直是甜妹界的卧龙凤厨 就连人生剧本都拿得几乎一模一样 一样具有歌唱实力 一样的年少养家 一样被家人亲情绑架 事业一度尽毁 2003年张绍涵与许绍阳霍建华合作了 亥图湾恋人 一天边甜美善良又坚强的性格 吸引了无数少男少女 也让这部剧收视爆表 四年后 一部公主小妹又让张绍涵再次风靡全国 她的事业也发展到了巅峰 但她也因为超负荷工作 导致心脏病发作 不得不回加拿大停工休养 也正在此时张妈妈向女儿伸出了魔爪 远在加拿大的张绍涵治病时 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穷光蛋 只能向朋友借钱渡过难关 可没想到 随后张妈妈又联合舅舅和张爸 向媒体爆料了女儿弃养父母 酗酒吸毒的假新闻 还贴上了张绍涵养病时的虚弱照片 试图摧毁她的视野 经历了一次次被家人背叛 张绍涵一再澄清 被迫与公司解约 一度在公众面前消失 好在2018年 张绍涵终于触底反弹 参加歌手后彻底翻红 如今的她仍旧与当年无异 唱功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与张绍涵一起合作 公主小妹的无尊 15年前是什么样子 15年后模样 好像还没有任何变化 唯一更改的是 她已经从当初的偶像男神 变成了如今的国民奶爸 当年飞龙海还没解散 无尊身上的光环还是文莱王子 可没想到却因为隐婚生子 引起轩然大波 好在多年后 她凭借奶爸形象方红 两度带儿子女儿登上节目 在霸圈中拥有很高的流量 不过她的好兄弟们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除了无尊之外 汪东成当年在队内的人气最高 不少爆火的台偶剧中 也都有她的身影 《恶族剧之文》里的阿金 《终极一般》里的汪大东 姐姐力正向前走里的伊森 但谁能想到 当年以霸道总裁人设爆火的她 如今再次登上节目 却因为太油腻而被群嘲 而作为团队中唱功最好的一位 闫亚伦原本星途也一片坦荡 可后来却因为漫天飞的负面新闻 导致事业受阻 团队里的小透明陈一如 则是进军到了直播界 待会成绩一个月超一元 也算发展得很成功 但却因为在直播间太爱演戏 引起群嘲 而刘更宏直播间伸出圈后 陈一如也开始走直播路线 但没想到却无疑被昔日好兄弟打了脸 无尊帮刘更宏宣传 却不知陈一如也在直播健身 还是被网友告之后才知晓 也间接证明了 飞伦海私下里的关系 王心灵爆火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简直太懂得如何拿捏粉丝了 2016年演唱会上 王心灵邀请了五位 与他合作过的偶像剧男主 来当他的演唱会嘉宾 现场的他穿着白色礼服 挽着明道的胳膊 唱花的袈裟 画面仿佛又将人带回了2004年 台湾偶像集千千万霸道总裁 明道就占了一大半 与王心灵合作天国的嫁衣 与陈乔恩上演王子变青蛙 还有与曾之乔的爱情魔法师 几乎每一部都占据了8090的青春回忆 然而多年后 这位当年霸评的偶像剧王子 来内地参加综艺时 竟然第一轮就遭遇了淘汰 彼时他还表示 那是他那年所拍的第一场戏 让人心疼又无奈 其实明道算是台舞剧中最具演技实力的一位男明星了 尤其是在《王子变青蛙》中 演霸总时霸气十足 落魄时又像一只惹人恋爱的小奶狗 既有丰富又不油腻 属实难得 可由于霸道总裁演的太多 他也被固定的记录限制了发展 而现实生活中的他 同样与无尊一样选择了隐婚生子 这也导致他被网友扒出 当年在已有女友的情况下 却与王欧一同参加了恋爱节目 让网友们感觉到了欺骗 如今的明道早已没了当年的人气 不过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捧红了小鲜肉徐开成等明星 也算是转型成功 在当年的那一批台舞剧男主角中 算是发展最好的一位 而与他拿了相同剧本的 还有林志颖 距离放羊的星星播出 已经整整过了15年 但吃了防腐剂的林志颖 还是像当年一样没什么变化 剧中的仲天骑是一个酷爱赛车的富二代 与现实中林志颖的人设几乎别无二致 不过剧中的仲天骑是天之骄子 剧外的林志颖却面临着口碑崩盘 其实拍摄放羊的星星时 林志颖已经33岁 相比于当年出演旋风小子 和发表17岁的雨季时期 她的视野已经进入了下坡阶段 然而遗憾的是 林志颖并没有接受这个现实 离科技感人设被扒 又被质疑卖三无产品 说谎被打脸 将偶像包袱带进现实 每一次的黑料 都在消耗着她过往的人气 从2010年的彩虹甜心之后 林志颖基本上就没什么作品了 即便是靠着爸爸去哪翻红 可是依然改不了吃老本的事实 好不容易又与妻子和妈妈登上节目 谁知又因为宝妈人设引质疑 浮华过后归于沉寂 如今翻看林志颖的社交平台 大多数都是她的赛车与家人 其实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 也没什么不好 如今台湾舞相剧的时代早已落寞 我们已经不再相信 那些被霸道总裁拯救的白日梦 不过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也印在大家绝版的青春当中 成了永远的回忆 这些活在记忆里的明星们 也期待他们像王心灵一样 再次回归吧